先来盘整一下 今天在凌晨的1点41分 花莲县府的政府南方 62.6公里 在花莲县近海处 发生了规模6.6的地震 那地震深度因为只有30.6公里 那最大震度是在台东长滨达到6弱 那其实花东地区民众 真的是吓坏了 因为从昨天到截至今天早上为止 已经累计有54起的地震 那这一次地震 其实强调连中国民众都有感吗 来看到这个是福州的网友 就在网络上发表了 说这个震度非常明显 甚至有人是半夜穿着衣服 准备要跑出去准备要逃 那甚至这个地震测报中心主任 陈国昌也说 因为这个区已经近半世纪 没有超过6点以上地震 那从最近这个地震的规模 还有全世界的地震来看 他也说怀疑这地震的活跃期 开始在上升 提醒在三天之内 不排除还有规模5以上的余震发生 刚刚讲到是花东地区非常有感 特别是在台东 目前的灾情盘整又是如何 赶快把时间再交给赖一词 大变夜监视器突然上下左右剧烈 晃动持续了好几十秒 台湾凌晨1点41分的时候 发生规模6.6的地震 这样位在花莲近海 不少地区都有传出灾情 台东成功镇的便利商店 天花板直接被震出了一个大洞 电灯管线也都是全部裸露 架上的商品更是散落一地 状况相当惨烈 都倒了 上面直接爆掉 我们的酒还好吗 一个晚上从凌晨1点多开始 连续传出多起地震 这样分别是在花莲和台东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台东台11线 成功往长滨路段 边坡摊坊碎石掉满地 工作人员急忙是放上了三角锥 要来车小心通行 而日常公路路面状况也一样惨 路面大面积的军列 也立刻封闭道路 大半夜地牛翻身 分别在凌晨1点41分 43分传出规模6的地震 1点46分 2点11分 37分等分别是规模4.7 4.9和5.3 台东地区的震度 几乎都有达到3到4相当有感 而不少民众都被剧烈摇晃 吓得不敢睡了 走不进去睡 不敢 不敢哦 怕了怕了 来台东地区游玩的旅客 也都吓了一大跳 纷纷从旅馆走了出来 都表示非常害怕 希望地震不要再来了 而连续多起地震发生 造成不少地区传出灾情 而公路人员和消防人员 在接获报案后 也都前往通报地点处理 又没有建工 特别是华东地区的公路 受损严重 所以也提醒民众 要提早避开这些路段 包括哪几个路段 今天造成灾情 有三大路段 第一个是台九县的玉星桥 这边有断裂的情况 台三十县的玉长公路 也有军列封闭 台十一县的长滨公路 这边发生了落实挡路 还有包括正在兴建当中的玉星桥 疑似因为地基还没稳固 结果地震一来 造成了桥面塌陷 甚至有民宅发生了瓦斯桶倒塌的危机 黑夜当中一座桥 中央就这样断裂开来 桥面向下塌陷 受到规模6.6地震影响 华东台九县玉星桥 兴建当中的桥梁 居然断裂倒下 疑似因为桥的地基还没有固定 才会发生倒塌情形 警方不敢大意 赶紧到场帮忙指挥交通 就怕后方来车经过可能会发生危险 同时也将路段封闭 不只桥面断裂 在花莲玉里的一家年米厂 也因为深夜时段地震来袭 整个铁皮屋顶坍塌变形 让场内的稻米通通漏了出来 消防获报后把现场围上封锁线 不让任何人员靠近 花莲县南方62.6公里 23号凌晨1点41分 发生规模6.6的地震 地震深度来到了30.6公里 花莲玉里出现了五级的震度 让不少民宅社区都传出灾情 玉里一处民宅因为地震 导致瓦斯桶倒塌 一度有外泄的危机 消防人员不敢大意 赶紧疏散人员 好在最后才让状况解除 全台各地余震不断 夜晚不平静 民众被吓到心慌慌 深夜不敢再入睡 不敢掉以轻心 只能多加留意 三星文旅温来轩花莲采访报导 好 中央气象局做了一个统计 每年规模6以上的地震 平均大概也才2到3个 不过你知道吗 其实到目前3月为止 已经累计有3个 来看到上一个规模相当的 其实是在2020年的12月 那目前这个气象局 其实也做出了最新说明 带你继续了解 这是我刚刚说的 刚性的地质条件 它能够累积长期的能量推积 那个能量的推积 造成了能量的储厂 造成它变形 可以更为变形的情况 我刚刚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在北边的花莲外海的破碎带 已经释放掉这个 在板块推积的大部分的能量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它这个地体的刚性程度比较高 所以它这个地体它本身 变形会变得比较缓慢 而且它能够忍受更大的形变 那一直要到到达某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昨天的 今天早上的这个点 1点41分的这个点 它开始破裂 那破裂了之后 就带来一连串 它这个所有的能量 持续的释放 那所以才会造成 这个今天凌晨的这个地震 加上它的这个余震的量 已经看起来就远远超过了 在这个地区 之前所释放的很多的能量 那我想这个主要的这个地震的原因 大概是是这个因素所造成的 那我们可以说是49年来最大的地震 那未来会还会有余震吗 余震的规模大概会多大呢 49年来在这个地区最大的地震没有错 那如果以全台湾来论的话 921以后来算 它也算排名相当前面 如果以末代 如果2002年 有一个以末代地震不算的话 因为它相当接近921地震 那来不算的话 它排名第五 就是说这个整个台湾 从921之后的地震规模来看 它排名第五 那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次所释放的能量 是相当巨大的 那至于未来 它的余震 到底要持续到多久 这个我们很难去判断 不过这么大的规模的这个主震 而且附带这么 算是相当多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余震 我想这个小型的余震 我说小型的余震 中小型的余震 我想持续的一两个月 甚至 也许啊 比如说 一年 一年之后 有一个中型余震发生 我们也不会惊讶 那但是 我们以短期时间来看 短期时间来看 我们还是以大规模的余震 来判定 那以大规模的余震来判定 因为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出现过四个规模五以上的余震 其中两个还是规模五点八 那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在三天内 还有可能有出现规模五以上的余震 所谓五是指五到六 我们相信规模六以上的余震 应该是不会再发生了 但是规模五到六的余震 在三天内 应该不排除还会再发生 主任规模六以上地震 今年已经第三期了 我想这个部分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 台湾 我们以台湾来论就好了 台湾从前年 2020年的下半年度开始 就地震了明显的增多了 就频繁度就升高了 那刚开始并不明显 但是去年就相当的明显 去年的我们举 因为看地震 其实要看大规模的地震 因为地震 规模每差一 它的能量释放就差32倍 所以大规模的地震才能表现出 这个地震能量释放的情形 我们说一个简单的数字 去年我们长期平均值规模六以上 是2.5个 也就是说2个或3个 平均值 2个或3个 可是去年是有 在我们所谓的监测范围内就有4个 那监测范围边 也就是123度多边有一个 所以如果把那个也算进来 就规模超过6的 就已经有40 就有5个之多了 也就是说有一倍 我们一般的2.5的一倍 那规模5到6的 我们一般这个长期平均值 一般是23个到25个 那去年总共有43个 所以从去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去年实际上地震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频繁 那今年开年放假第一天 1月3号就来了一个规模6的地震 那之后到现在为止 也不过才三个月 三个多月 就已经有三个规模超过6 其中还有一个规模6.6 那已经是算921之后排名第五的 这个大地震 那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说这个频繁的地震 频繁地震的现象 可能是会从去年的这个情形 延续到今年 那不止台湾有这样子的状况 全世界也有类似的情形 尤其是在太平洋火环带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我们只是说 我们是 我们不能肯定的来讲 但是我们只是说 我们大概的猜测 有可能这个地震的活耀期 活耀期有可能已经慢慢的 已经来临了 甚至我们已经进入一个 一个活耀期的周期之中了 是 请问一下 这次有看到那个六弱的震度 这个是我们新日以来首先吗 对没有错 新日自从实行之后 这是第一次在长宾 我们有测量到这个六弱的这个震度 那六弱的震度呢 它在旧字里面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虽然因为新制 我们在五级以上 我们使用的都是用叫做PGV 所谓的这个速度 速度值 而不是用加速度值来做计算 那这个速度值呢 如果换算回这个 旧字的加速度值 它是在250G到440G之间 但是我们量测到实际上是小于400G 所以有媒体说 是这个如果在旧字的话已经超过七级 那这个是误传 因为七级是400G在旧字里面 但是这一次并没有量到那么高了 所以还是如果以旧字来看还是在六级 那在新制里面是六弱 这个是个回答 总的想问一下那个国家警报 昨天地震是41分发生 但是像我们在北部收到的时候 第一次警报是42分 可是其实我们在实际的感受上是 先听到警报 然后才感受到这个摇晃 那会有这个落差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昨天我自己感觉到的是 我收到警报 我收到警报之后 经过非常多秒地震才来 那我们这一次的警报出去的时间是12秒 那如果以这样来计算的话 以这个距离还有这个S波所经过的这个时间来算 我们有15秒的时间 差不多有15秒的预警的时间 算是相当的长 那我们最近在 在PWS 也就是说手机的国家级预警的这个作业上 由这几次都算是 不敢说非常满意 但至少还差强能力 就好像比如说 我们之前 前上个礼拜 这个南投的地震 南投地震我们也发了警报 也是有在四个县市都有发市集的 就是后面当地震报告出来之后 我们有比对 只要复合门槛的县市我们都有发了 那当然南投因为它是在岛内 所以它可能预警时间没有这么长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了 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就是说早前一两年 我们在这个预警的这个手机警报方面 有一些参数 这陆陆续续从我们从错误中来学习 来做一些调整 那如果大家感觉到说 怎么已经摇了才想 我想这个是错觉 有可能当然也不是错觉 应该讲说要看你的位置 如果你接近 比较接近正央的话 因为P坡 它正常地震太大了 这个地震太大了 地震大了 地震大了 它的P坡衰减不会那么快 那所以你可能会先感觉到P坡 那P坡到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警报是没有还没到的 这个是确认的 因为P坡走得比较快 它每秒钟走差不多5.5 6公里 5.5到5.6 那S坡主要是迫害的坡 我们所谓的简易坡 这个迫害坡是3.6公里 那我们主要防的预警的对象 也是针对这个所谓的S坡 那P坡的情况 我们就是会从P坡来预估这个S坡 所以P坡先到警报响 这个可能是 是还算是并不是说我们做得不够而是这个本来的学理上就是这样 本来学理上就是这样 在科学上的学理就是这样 那至于如果说比较远的像台北像新竹这些地方 甚至像桃园 这几个地方 我相信一定是P坡是已经衰减掉了 所以感受到的是 感受到的是S坡 这个警报是一定是会先想的 好 谢谢啊 不会不会 原来我们上面的表现 很容易发展花莲台东 我们要怎么形容这次的地震 花丰地区的地震 它其实是这样子 这个地震因为它很大 所以它其实引发它周边 它其实应该这么说 我们从以前早期 以这个区域的地震的 好 这场地震呢 今天气象局也做出了解释说明原因 当然呢 因为花东地区有些路段受损严重 加上未来三天不排除 还有5.5以上的余震发生 那天气又不稳定 因此气象局也提醒 尽量避免使用山区道路